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日军新华时最难攻破的三座城市 其中一座直到日军投降也没攻破 918事变后,日本军队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后来,日本人大举南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和物资集聚的大城市成为了日军侵略的主要目标 为了防止日军的入侵,这些大城市也成为了我国主要的守护地 在这些城市保卫战中,不乏一些典型的城市发生在这里的战争 要么战事持久,要么战争惨烈,要么让日本人损失惨重 每一座城市都有着保家类国,不惧死亡的战斗精神 也正是有这些先人烈士的存在 我们现在才能有着一个祥和的社会,震撼日本朝野 或是日本首相下台的城市,衡阳衡阳作为长衡会战的主战场 中日双方在此部署了大量的军队 此次战争是抗日战争史上,敌我双方伤亡人数最多 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一次城市保卫战 因此,此次战争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另外,衡阳保卫战还以我国以少胜多著称 当时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以疲惠之师的形象 抗击着六倍于己军的日本军队 战斗整整持续了47天 这一战震撼了日本朝野,促使了东条英基内阁的下台 日军花了七年而未攻破的城市 重庆1938年,日本水路空三军七头并进 企图一举攻破重庆 然而,日本人的话,像在进攻重庆石牌的时候 就化为了乌有石牌镇的抗日保卫战可谓是惨绝人寰 从1938年日军到达这里,一直达到了1943年 日本陆军再次投入了陆军十万 但是依然屡战屡败 后来,日本改变了进攻的战略 专用飞机轰炸重庆 但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日军依然没能攻破重庆 日本最难攻打的城市 长沙在1938年到1944年期间 日军总共攻打过长沙四次 在这六年的长沙大会战中 我国前前后后共投入了将近一百万军人 而实力强大的日军为了占领该地 也是前后投入了66万人次 双方投入的兵力堪称是规模最大 并且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场战役了 在这四次的长沙会战中 前三次中国军队都是取得了胜利 但其损失十分的惨重 据统计,在该长沙会战中 中国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了13万人 而日本也是死伤12万人 由此可知 长沙自然变成为了日军最难攻打的城市 而且经过这四次激烈的战役之后 也极大的提高了 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本文来源于网络 入域侵权请及时联系 国际上的地位